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扫 不断的鼓励两岸雪拼 国人揭约可杀 那个说自己是一个战狼的学者叫李毅 再放狂言 准备牺牲一点示意国人统一台湾 引发了网络的众怒 有舆论呼吁 强烈建议全访封杀李毅 我们想一个问题 李毅司马兰者被的肆无忌惮大行其道 是有关当局的刻意安排吗 先说一段往事 200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院长朱成虎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对付美国卷入将来的台海冲突 中国方面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核战争 以西安化界 西安以东的中国城市准备都牺牲掉 但美国也要承担西部地区几百个城市 被中国远程核武器摧毁的损失 舆论位置画篮 据说这番话 周成武被党籍处婚记了一次打过 当年周成武的言论也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访问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终止了跟周成虎的所有合作 时隔这么多年 周成虎这样的狠话 最近又出现过一次 中央社影剧推特等社交网站广泛传播的是中国的国防大学军事教官教授 军事学的博士大校军衔的国防大学原来的战役教员部军训教员是主任 山东科技大学刻作教授 零下大学兼职教授 黄斌 黄斌去年年初 发表了惊人之语说 我们可以拿出200个城市 不要了跟美国玩 一起回到实际时代 他们敢吗 当然我们要讲一个 很有趣的数字 进去发表国际期刊的研究显示 根据分类的调查 只有55%的中国民众 支持对台湾发动全面战争以求统一 33%反对武力统一 尤其不一定会要统一的选择 约有22%的表示接受 这等于说 是不是认同台湾的实质独立 这是一个最新的参数 黄斌朱臣虎 是不是奉命讲话 我觉得国防大学背景的教官 理应不是自己的任力发挥 但是他们的放言远远不及 旅美的战狼学者李毅的能学和凶险 李毅上个星期在他的油管节目中说 李毅看世界再发狂言 说如果中国无力统一台湾 会死亡一点四亿人 而这是常态 且在人类历史上小菜一叠 他说中国有宠一的历史传统 秦王汉努因此名垂青史 而当前的中国领袖到了中国军队 为统一台湾已经打出 另是千军不是寸土的口号 说中国大陆人 很多人都为此做牺牲的准备 李毅他的视频把美国南北战争 牺牲的人数20万人夸到了73万人 然后以武统台湾跟美国人 南以内在桃鲜战争做了一笔说 武统台湾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战争 这位任兄的2020年的10月 就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冠疫情中 死亡4000人 他在一个论坛发表演讲说 死亡4000人等于一个人都没死 这个言论激怒了一众大陆的网民 现在在美国的陈邦城帝斯 他说李毅他如果能在美国 应该了解一下 在美国这种公开的纳粹言论 是不是应该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像这种共产党代理人的战争言论 是不应该被容忍的 不知道他们那边有没有告密和举报 最近有个网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 李毅这祸是精神病吧 他说死了一世中国人都是小菜一碟 还哪年轻人都当傻逼看 烧家叫一下就会同意 他问你们家有没有年轻人 再请问死的这一亿四千万人 里面包不过你李毅家里人 他认为整一个精神病患者 满嘴都是反人的理员 怪不得就连马斯克都把他的推特号给封了 他说该封必须封 他在推特上就没有他的名字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这是中国大陆一句政治的教条的话语 李毅是不是恨不得中国人都死光了才算 他也谈到了他在2020年的深圳湾的论坛 他说 中国大陆在疫情中死的四千人 等一个人没死 咱们等于差不多就是零感染就去零死亡 十四亿人死掉四千人 这等于就没有人得病了 这位作者说他为什么这个李毅 满脸横漏 大放厥词 他为什么如此默示生命 死了四千名的同胞在他眼里就当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有没有顾及到那死亡的那些人的家属的感受 没有 这个作者百思不得其姐姐 他为什么网络上还会允许这一类人 继续的大放厥词 他认为李毅的话语已经不是什么口出狂言了 而是犯了反人类罪 他强烈建议全网封杀李毅 更是建议相关部门要把好一轮观 不要让这类的害虫逍遥于世 祸害人间 他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专家教授 不管他名气有多大 他背景有多深 该声讨就必须声讨他 因为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承诺就是对恶谋的纵容 今天的中国话语环境的舆论场中 说真话需要勇气 讲了真话还要有点战战兢兢 他认为如果我们中国的所有人 大多数人思想都死了 如果我们都变得畏首畏尾 胆小怕事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对于反腐对于抓贪官 中国大多数人举双手表示赞同 对打击黑恶势力 我们都是鸡掌相庆 但各位伟大的领导伟大的领袖 搞好管管这些专家教授们的嘴巴 你不是要搞文字吗 先从把这些人嘴巴封上做主 不要一天到晚在他们满嘴 喷粪惑惑人心 这位作者说这些弹头学者 战狼学者 他们言论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过来都害太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又是那些只靠网络 只靠手机来获取资讯的小粉红们 这些人的危害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 让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这些人为什么后面是有资本的支撑 他们为了流量 为了个人的变现 个人的利益 就可以致国家大义于不顾 致百姓死活而不管 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害人精 这位作者说我们万分期待 净化所谓的专家学者的市场 把李毅这类人彻底的踢出这个市场 我让他在这里面占一定的份额 不要让这些人呢 口出床言继续害人 特别不要让这些人在诋毁 中国的打国形象 如果对于李毅责备的狂言 在民间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抵制 而不是拍口称快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大多数的网民的认知 跟前几十年相比 最近几十年相比 已经有明显的改变 理性的思考 理性的声音 逐渐在恢复过程中 第二 类似李毅这样的战狼学者 毫不负责任的冷血的言论 如果有关当机能的放任自由 大行其道 这说明不仅仅是网管部门需要追责 而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 也应该追责 所以呢 强烈建议全网封杀李毅 其实远远不够 要造成一个国人节约可杀的气场氛围 才是行之有效 真正的清朗行动 你把你所有的资源 能力物力投放在 对所有的人的封杀 监控 屏蔽 封号 这些正义的声音 正义的意见表达不出来 你造成的舆论环境一片疏杀 那么这些部门和人员 其实在本质上就是礼益 司马兰们的帮凶 对一切反人类的语言 对一切鼓励兄弟相残的语言 我们都要大声的对他们说一句 不 no 不说大概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